哈喽大家好,我是空军在线的小编亚方,又见面了 今天我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大家族 他们的身影遍布祖国的高山海岛荒漠戈壁 他们还被称为是车轮上的部队 到底是谁呢?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地空导弹家族的骨干成员 红九壁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距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红九壁不仅拥有精准的打击能力 还能有效拦截集群突击和强电磁干扰条件下的空袭兵器 具有作战空域管、火力密度强、抗干扰信号等特点 可以说是我国国土防空的空中保护神器 看完了红九壁 咱们再来看一看红22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全天候中高空中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不仅能够打击第三代作战飞机、武装直升机 还能对中高空无人机等空气动力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 介绍了中远程和中程的地空导弹 那您知道负责末端防御的武器系统是什么吗 他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 关注空军在线和小编一起继续看航展 抖音 评论来看看态度